10月开始,又进入到一个让大部分人产生保湿烦恼的季节 出了身体脸部皮肤干燥,嘴唇干燥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大部分市民 有些人严重到会军裂出血,也有些人因为选错唇膏而导致唇炎 秋冬季节,嘴唇为何如此脆弱,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唇物,涂唇膏有何讲究 10月20号,记者走进贵州省人民医院,相关医疗专家分享护唇小贴士 我们的唇部的话呢,它的角质层就特别的薄,而且呢它没有皮子线,没有色素 所以说呢,它就是自己分泌这样一个油脂来进行一个治身的一个保湿的一个功效 相对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缺陷,所以说呢,唇部它就会非常的干燥 这是它自己决定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唇部它其实是暴露在我们空气里面的 它基本上没有鹦鹉,没有什么的一个遮盖 所以说它更容易受到我们自然界的比如说冷空气啊,阳光啊,这些的刺激 所以说导致了我们唇部呢,它很容易引起一个干燥受损的一个情况 有的人除了磨水,他还选用把脱的皮湿掉的这样一个习惯 其实这些呢,都会破坏我们的屏障 比如说手的一个丝,它是一个机械性的一个刺激 而磨水呢,其实水它是进步皮不能够吸收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这样一个纸质的一些成分,才能够保持我们唇部的一个湿润 就像我们正常夫妇一样,也不是用这样一个自来水往脸上的一个喷洒 而是需要用一些乳剂,这样子呢,才能够锁住水分 我们的饮食上的话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吃一些心拉刺激的 因为它对皮肤或者对嘴唇的一个刺激的话,会引起局部的一个炎症反应 我们那个不要过度的去填嘴唇 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度的填它的话 其实我们的拖延液里面含有一些霉,它对我们的嘴唇也会有一些刺激 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这样一个唇液的发生 会引起一个干,然后铁,然后更干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其实唇膏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常说的润唇膏 一种的话呢,是为了化妆用的,有颜色的,可能叫唇彩这一类的 对于秋冬季的话,主要是一个保湿功效的话呢 我们建议一定是要选择一个润唇膏 润唇膏的话呢,需要的话,还是选择正规厂加的 不要选择太年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法的商家或者年价的产品的话呢 它里面会加更多的蜡 这种纳质呢,它看着可能会滋润一些 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保湿和锁水的这样一个功效 所以说我作为皮肤科医生吧 我们建议还是选择正规厂加的这样一个合格的一些产品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保湿的润唇膏 我们觉得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防止秋冬季的一个干燥的这样一个功效 因为唇膏的话,它主要是一个保湿的一个成分 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比较干烈的这样一个患者或者顾客的话呢 你晚上睡前的话厚厚的涂两到三层的这样一个润唇膏的话呢 可能会它的保湿效果,因为它可以锁住一晚上的水分嘛 你的这样一个唇部的粘膜,它的吸收就可以整晚的一个吸收 效果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呢就是,你那个化妆之前的话呢 我们建议也是先用润唇膏打一下底 然后再涂有颜色的这样一个唇彩 因为它添加的颜色的话呢 它可能或多或少对我们唇部也会有刺激 第三个呢就是你吃东西之前的话 最好还是要把唇膏给它轻轻涂抹掉 特别是有颜色的这样一个唇膏 而吃完了这样一个东西之后 大家会补充一些唇彩呀 这些,为了漂亮一点 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吃完东西之后 你先用一些精子 轻轻地蘸一下你的嘴唇 把你吃的一些油脂抹掉之后呢 薄薄地打一层润唇膏 然后再补充你的这样一个唇彩 很多女性把未来漂亮 随时都在补充她的唇彩的话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 特别是唇彩里面 它劣质唇彩就更不用说了 一般的唇彩里面 它未来有颜色的话 它可能会添加一些 这样一个色素啊等等 它对我们唇部是有刺激的 我还能够找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